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7月24号,星期六 周末跟各位聊一聊民国时代的一位旷世奇才赵元润 提起赵元润大家都知道他曾经是清华大学国学院的四大导师之一 四大导师都是中国学术界如雷贯耳的人物 第一位王国伟 第二位梁启超 第三位陈云雀 第四位赵元润 这样说的话给人感觉是不是赵元润排在第四位 似乎地位没那么重要 实际上不是的 据说当年在清华读书的人 有幸在清华国学院做研究生的人 他们当时呢 说这个赵元润在受学生的欢迎程度上 在这个讲课的精彩方面 要超出前面三位 也就是说 如果你要凭最受欢迎的老师 就是讲课讲得精彩 能够吸引人的话 那么在四大导师中赵元润是排在第一的 赵元润这个人呢 他也是很特别 他是一届书生 一生呢 不愿意做官 虽然也做过一点小官 芝麻官 或者讲跟学术相关的 相关的这个官 甚至有人让他当清华大学校长 几次提名他当清华大学校长 他不是推辞 就是后来呢 想尽办法躲过去 这个我们待会会讲到 然后呢 我们先介绍这个人吧 这个赵元润呢 他是1892年出生在天津 他的祖父是很有学问的人 那他的父亲呢 也曾经中举 大家都知道在过去啊 这个古时候 科举制 你要先先中秀才 然后再中举人 那都是非常有学问的 家里边如果有举人的话 就说明是一个世家 是饱读诗书之人 所以呢 家学渊源 一般都是要指家里边 祖上有过这样的一些 得到过功名的人 那么赵元润呢 很小就主要跟他的祖父在一起 这个理由呢 原因等以后我们再细说 因为今天要讲的内容很多 就是赵元润呢 他这个人实在是太了不起了 为什么叫他旷世奇才 有才的人太多了 为什么叫他为旷世奇才 首先呢 我们都知道一个人 他的学问按照常话说 叫学有宿工 也就是说你要分专业 要分领域 另外你个人擅长什么 大概你不可能一个人是全才 但是呢放到赵元润身上 他可以真的算是一个全才了 我们现在国内一般 这个大家讨论培养人才的时候 都说你是文科人才 还是理科人才 文科人才和理科人才呢 说是有很大的不同 说文科的不大可能去搞理科 理科的也不大可能搞文科 就是从你的思维方式 从你的禀赋上就决定了 你是什么样的人才 所以呢 为什么高中分文科理科班 分得很清楚 有的人说其实在上小学的时候 或者上初中的时候 文科理科的这个趋势 就能看得出来了 就一个人他是文科思维 还是理科思维 所以有的人太强化这些 反倒呢把过去旧时代 人们希望能够在各个领域 都全面的均衡的发展 虽然不能做到百分之百的均衡 但是呢大致平衡发展 这种初衷呢 似乎都被人们丢弃了 你要想到文艺复兴时代的那些通财 权材 那更是好像是不可想象的了 所以说中国最近这三十年五十年里边 恐怕很少能够再碰到像赵元任这样的一种权财 为什么讲他是权财呢 大家刚才不是讲了吗 理科思维还是文科思维 这个东西是一目了然的 但是赵元任你说他是文科思维还是理科思维呢 他曾经学过数学物理学 他也研究过这个哲学 逻辑学 据说他对心理学也有相当的了解 他也研究过音律 这个很多方面的包括语言方言里边的一些韵律 那么还有呢 就是说他文科方面 那你说他研究语言的算是文科了吧 对吧 就是他掌握多种语言 英法德日西班牙语 然后呢方言他掌握33种之多 而且他不是说只是会那么几句 而是能够用那个方言去跟你讨论问题 然后就是据说 罗素啊 英国著名的这个数理哲学家 数理逻辑学家 罗素到中国演讲 那么这一路到各个地方去演讲 都是赵元任担任翻译 他在他的精彩之处 除了能够把人的学问了解的清楚 翻译的非常到位以外 他还能够用各个地方的方言去翻译给当地的 这些听众去听 所以非常了得 那么刚才讲到他出生是出生在天津 所以呢他小的时候他接触的是北方语言 而且很有意思 他那个时候他祖父做官 主要是在直立做官 直立这个省现在已经不存在了 当时呢在直立做官呢 所以呢经常换地方 他就跟着他祖父 你看看四岁的时候在慈县 五岁的时候在齐州 六岁的时候在宝定 七岁的时候在冀州 八岁的时候回宝定 九岁又回到冀州 一直到十岁才回到他的老家 长州 但是他从来他没去过长州 所以呢他对长州话是一无所知 他十岁去了以后才开始学武语 包括他的长州话 还有呢常俗话 常俗大家都知道 对吧 然后呢还有苏州话 他把这些话都学好了 所以呢很有意思 到了他1907年的时候 1907年的时候他多大呢 十五岁 十五岁他考入了位于南京的 那个叫做江南高等学堂育科 育科不是大学 就相当于这个副中一样 对吧 就是一个一所著名大学 他有个育科相当于副中了 他在那儿学习了英语德语 还有呢这个学习了一些 就是他感兴趣的东西吧 所以呢 后来他又在1910年的八月份 他考上了这个清华 那时候还不叫清华 就是留美预备 留美预备学堂 这个当时呢因为 梗子赔款吧 美国的把梗子赔款用于培养这个人才 所以要到美国去学习 那当时清华这个学堂还没有正式建立 准备把他们这帮人招来就是派去学习的 但是没想到美国那边已经准备好了 所以就催促他们早点派人过去 所以就派出了70多人到美国去留学 这一次就去了70多人 那么在这70多人在你考试啊 考的过程中 这70多人排名第二的就是赵元任 胡适先生当时也在这70多人之中 那胡适考的是84名吧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反正是考了80多名 那要讲当时的学习成绩的话 是赵元任明显的比胡适要强的多 而且后来胡适先生也在别人面前说过 说自己呢就是要是跟赵元任比的话 那赵元任才真的算得上学习上的尖子 有的人说他是学霸 那学霸是后来的话 当时没有这种说法 但是呢赵元任当时学习上出类拔萃 这点他同时代的人 他比较亲近的人都是说过这方面的事情 然后呢我们看到这个胡适先生在清华 不是在清华了 就到了康纳尔 他们还在一起 到美国留学以后呢 胡适是在康纳尔读的是农学 赵元任读的是数学 不但学数学 而且还学物理学 还学音乐 因为他音乐是他兴趣所在 所以他跨系去选专业 那么他这个1910年 1910年在美国这个学习 大概是八月底到的美国吧 这个八月底到的美国 然后呢在美国学了四年以后 拿到了康纳尔大学的这个数学的这个学士学位 有没有物理学的学士学位 我这个不太清楚 反正是拿到了学位以后 然后呢他就又读哈佛大学的这个哲学博士 那么读哈佛大学的哲学博士 刚才讲的是1914年他获得的康纳尔大学学士学位 然后四年之后也就是1918年 他已经拿到了哈佛大学的哲学博士学位 差不多就是四年时间 实际上呢有人说他实际上在哈佛 满打满算没有四年时间 只有三年多 那么三年多就能拿到那更是比较不简单了 就是说 那么他在那哈佛大学的时候 他又学除了这个学哲学以外 他又选了音乐 你看看注意在几个时段 他都没有放弃音乐 他把音乐看得非常重要 所以呢他无论是在预科的时候 还是到美国留学 他几个阶段都没有放弃音乐 然后呢他这个在2020 19说错了1920年左右 那个时候他回到了北京 清华大学当时就准备聘他做讲师 在做讲师之前呢 他先要去完成一个重要的任务 这个任务是谁给他找的呢 是蔡元培 因为那个时候 这个中国邀请了两位著名的西方哲学家 到中国去演讲到各个地方去讲学 那么一位就是杜威 杜威呢是这个美国实用主义哲学的这个代表人物 也是胡适的老师 所以呢杜威到哪去演讲是胡适做翻译 师生之谊 而且对他的学问非常的了解 这个是再好不过的搭配了 那么英国哲学家罗素 他是以数理建长 以逻辑建长 你要想找到这么一个人给他做翻译 那是不容易的 又是哲学方面又很懂 然后呢又要数理基础好 逻辑学又特别强 那么最合适的人选显然是赵元人了 所以赵元人呢 接受了这样一个任务 他陪同罗素先生到各个地方去演讲 演讲的过程中 他还用方言进行展示 所以呢非常的独特 那么在北京演讲的时候呢 还有一个小插曲 就是他当时呢 有一个表姐 这个表姐呢 刚好有一个同学在北京 从日本留学回来以后 在北京开了一家妇幼医院当院长 这个人呢叫杨布伟 这杨布伟呢 家里边也是非同寻常 是一个世家出身 他的祖父非常的厉害 他家人很厉害 这个以后我们下一次 这个有时间的时候 再说到这一部分 但是我们先说一下 就是第一次见面 据说呢 是因为他这个表姐 这个当时不是在 清华在几个地方 罗素演讲嘛 演讲中间休息 中午要休息的时候 说是要离开一下 这部分呢 我觉得这种说法 我现在不是完全认同 但是呢 顾且先相信他这种说法 就是说是 中午休息的时候 这个赵元任就跟着着表姐 说到附近 到附近哪呢 附近就是他那个同学的医院 也就是杨布伟当院长的医院 去说他们医院的食堂 饭好吃 就带着去吃那顿饭 那么赵元任当时 第一次见到杨布伟 给杨布伟留下的印象 就是什么呢 就话不多 几乎是埋头 当然有的时候 也在抬头观察他们说话 但是自己不说一句话 看起来好像非常的 腼腆羞涩 就整个都不说话 所以呢 杨布伟半开玩笑的 跟他表姐说 说你表弟是不是哑巴 意思好像说 怎么好像不说话 好像不会说话吗 其实不然 那时候赵元任 其实在认真的观察 他喜欢观察揣摩 对吧 但是呢 显然赵元任对这位杨布伟啊 这个印象非同寻常 第一次见面之后 有机会还去跟他见面 那杨布伟一开始 也没想到 跟他有什么 会有什么将来 有一天会成为夫妻 这是完全没有想到的 而且呢 当时杨布伟 他的那个合作 开医院的那位同事 也就是当医院副院长的姓李 那么他当时想着要给姓李的这位介绍 不管姓李的喜欢不喜欢这个赵元任 还是赵元任喜欢不喜欢这姓李的 他只是做一个中间人介绍他们认识 结果呢 赵元任好像也没有推辞 就是借着 好像认识 有这么个介绍人这个身份 反而经常到这边来找他们俩 反正就是他们俩开的医院嘛 不是见这个就见那个 那他见这个的时候 总是有机会见到另外一个 所以呢 赵元任当时呢 也没有挑明 或许他一开始 他就喜欢的是杨布伟 但是他没有挑明 所以他每次都来找 找了以后两个人几乎都能见面 但是后来呢 终于杨布伟 才搞清楚了 原来赵元任是要跟他在一起 这个是后话了 咱们就不细说了 反正就是说 他们认识没有太久 你想想2010年 不又老说20 1910年见面认识 然后呢 很快就结婚了 也就是说第二年就结婚了 而且他们结婚也很奇特 据说他们结婚的时候呢 说是 只是没有办婚礼 只是请了好彼此的好朋友 就是请一个朋友 来见面一起吃个饭 就是当时呢 杨布伟请的是他的一个 也是医学界的一个同行 姓朱 叫朱珍 朱珍这个是个女士啊 这位医生 还有呢 赵元任请的就是胡适 他们在美国 克兰尔的同学啊 他们在一块 那么他们吃完饭以后呢 赵元任和杨布伟正式的拿出文书 要请他们两位做证婚人 在上面签字 说这就算是 他们就办了这个结婚的仪式了 据说胡适当时是带了一本这个红楼梦 在上面还做了批柱 作为礼物送给了赵元任 那么朱珍医生有没有当场送什么礼物 不太清楚 因为据说当时事先并没有说 他们今天要干什么 所以呢 可能也没有带礼物 他们结婚之后呢 就是应该说是相当的幸福和谐 他们一共生了四个女儿 而且这四个女儿啊都非常的杰出 我简单的提一下啊 这个大女儿叫赵如兰 后来当过台湾的中央研究院的院士 他学的是东方语言和中国音乐 这点是不是继承了赵元任的喜好 对吧 因为赵元任被称为汉语言学之父 当然还有一位语言学之父叫做李方桂 那个时候有一个说法 说这两个人都是中国顶尖的语言学家 那么但是呢 要讲赵元任的话 他更加是汉语言学之父 因为他除了一般的语言本身的研究以外 他还有音韵 就是从有声的掌握一种语言 而不是仅仅从字面上去研究语言 我们知道太多的语言学家是从字面上去研究语言 而不是从音韵上不是有声的去研究和掌握这种语言 所以赵元任在这方面更胜一筹 那么二女儿叫赵新那 新旧的新那边的那 这个大家觉得很奇怪 这两个女儿好像没有什么关联 一般中国人的习惯就是女儿中间一个字 或者最后一个字一般都是要相同的 对吧 儿子也是这样子要有排行 但是呢 似乎在这位大家面前这些规则没有起作用 所以呢 四个女儿完全的从名字上看不出来是一家人 这二女儿赵新那呢 她是学化学的 这个当过化学教授 是后来在长沙的一家叫什么中南矿野学院做这个教授 而且她的丈夫呢 是中国工程院的院士 还当过院长 什么的啊 那么三女儿呢 叫赵莱斯 赵莱斯呢 是伯克利的这个数学博士毕业 啊 所以呢 非常厉害 有人说数学 伯克利的数学呢 是世界领先啊 排名第一第二的啊 那么后来他成为一位数学家 主要是在西雅图 就是华盛顿大学 做教授 他的丈夫是一位 呃 也是这个数学家了 是是美国人 呃 然后呢 他们的小女儿叫赵小钟 大小到小 中华的钟 这更加的 跟前面的几个姐姐的名字 完全都不沾标啊 这个赵小钟呢 是物理学家 啊 后来是在MIT 也就是麻省理工学院 研究原子能 所以你看这四个女儿 啊 过去中国人的观念 一般觉得女儿都没什么大的出息 都是当当花瓶 当当家庭主妇 了不起 读点书就行了 但没想到这四位 可都是学者啊 都是名校出身 出类拔萃 啊 都是教授啊 博士啊 这些大知识分子 呃 所以呢 就是说赵元润 呃 有人说那这一家子都牛啊 他老婆呢 他老婆也牛啊 他老婆也是非同寻常 刚才不是说了医生吗 但院长啊 这都当过 后来呢 在家里边花了十年时间 养育女儿 培养和教育女儿 所以后来女儿这么出类拔萃 不能说没有他丈夫 没有他呃 妻子或者夫人的贡献 甚至妻子和夫人的贡献啊 或者讲这位妻子或者夫人的贡献 要超过赵元润本人 对吧 因为他花的时间更多嘛 啊 而且杨布伟呢 曾经还写过几本书 有一本 他写的第一本书叫什么 叫中国食谱啊 是英文的 而且请赵元润写的序 呃 后来呢 大家知道这本书呢 在美国还是呃 挺挺受欢迎的 那个时候呃 过去很多人不知道饺子怎么煲 见过 吃过饺子但不知道饺子怎么回事 在这里边是第一次 把他用英文说清楚了 啊 这是1946年的事啊 这本书 四五年 四六年出来的 呃 这个非常不容易吧 然后第二本书呢 呃 就是写这个 呃 一个女子 中国女子的这个 回忆 就是一个女人的自传 啊 一个女人的自传 就是写他们家的事 第三本书呢 叫杂技赵家 这个是中文的名字了 英文他叫什么呢 The family of chores C-H-A-O-S 呃 C-H-A-O呢 是过去威士拼法 拼赵 姓赵的赵的这个 呃 拼法 呃 那么现在这个汉语拼音用的是 呃 Z打头的 就是Z-H-A-O 对吧 赵 呃 那么 C-H-A-O-S 这个在英文里面是个单词 这个单词的意思呢 叫混乱 动乱 动荡 叫chaos 啊 那么 The family of chaos 这个书名给人感觉 就是说什么呢 这个家是一个混乱的 经常 蒸蒸草草的家 啊 乱成一锅粥的家 家庭 这是一种自嘲 是一种玩笑式的 幽默式的说法 因为他们家庭的确是吵吵闹的 因为杨不韦这个嗓门特别大 呃 而且他的长相吧 到中年以后 胖乎乎的那个样子 呃 有点像男子气概 呃 这点也不奇怪 因为这个杨不韦小的时候 是当男孩子养的 呃 据说到 一直到12岁的时候 他还没有很强烈的性别意识 呃 他 经常是跟男孩在一块玩 所以给人感觉 他不是那么 呵呵 像大家闺秀啊 那么呃 怎么讲呢 就是特别像女人啊 也不是啊 你要说他呃 男人味也不见得说 他处处都是那样的 啊 我们看他早期的一些照片 也是非常秀气的 啊 所以呢 后来给这样人家 这样一种印象 说他厉害 啊 那厉害 有人就说了 说赵元任怕老婆 啊 过去的说法叫剧内嘛 其实剧内 似乎也没什么特别不好 对吧 所以赵元任在当众被人这么说到剧内的时候 他有的时候也是自嘲的 也是为自己辩护 他说只有爱的生才会怕的生 呵呵 那意思就是说 我并不是真心的怕老婆 因为我爱他 所以显得才是我怕他 啊 那么这个话呢 声名远扬 其实都传到 呃 就是据说是当时在定清华大学校长人选的时候 那是1932年到1933年啊 1932年当时清华的校长罗嘉伦好像被学生驱赶啊 驱赶之后呢 就是有人提议啊 让这个赵元任当校长 其实赵元任真是不大想当院长啊 当校长啊 所以呢 他是他推荐没一起啊 他自己呢 他说他不合适 但是在别人在推荐的时候 在跟蒋介石说这个话的时候呢 吴志辉是他的一个好朋友 就在场 吴志辉说了一句 说如果要赵元任当 还不如直接 就把这个写信啊 写给他的夫人杨布韦女士 因为反正终归是杨布韦说了算 这个意思就是说他剧内嘛 后来蒋介石据说是犹豫了 说那还是让没一起当吧 这个是一种民间的说法 是一种传说 是一种笑谈 但是真实的情况 据后来有人考证说 是赵元任为了促成 梅义琦能够上任 因为梅义琦当时呢 正在美国 他代表中国的教育部 是做那种叫留学生的监督 也就是驻外所有留学生 尤其是驻美留学生的 一个监管的教育官员 这么样一个职务 那么为了把这个职务接过来好让梅义琦回去当清华校长 赵元任把这个职务接过来去当了一年 大概从1932年的几月 二月份吧 当到了1933年的十月份 当了一年半还多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今天呢我们一口气就讲了这个25分钟了 所以呢我今天不打算 因为内容太丰富 不打算一次讲完 所以呢我们今天先说到这 下面我们找机会再接着讲 好谢谢各位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